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12日 这个节目再来谈谈另一起所谓的反腐败案件 也就是这个国药控股董事长突然辞职 这个事情网络上我看有很多人做了一些猜测 因为武汉这个肺炎的疫情非常严重 现在二次反弹在中国 给人感觉好像又要爆发 现在根据网络的这个消息讲 河北省这个刑台市 说是现在这个紧急征集5000套物死 要筹建了方藏医院 那证明什么证明肯定疫情 不是一般的小疫情 不是小部分人发现了大问题 但是根据官方的这个报道 似乎河北省11日就新增了40例本体区 本地的这个确诊病例 当中说39例来自省会石家庄 一例来自于廊坊 那么用这种办法 比如说查找他病原的办法进行隔离 看来就是很难走消 关键是要有疫苗 但是恰恰在疫苗的问题上 给我感觉好像质量不行 不过关 根据网上评论的消息 说中国这个疫苗生产出之后 虽然官媒一再的吹嘘 如何的好 如何的及时 但是 你想这个速度这么快 去年12月31号就获得了中共官方批准 这个副条件就上市了 也是中国首款获得上市的新冠病毒疫苗 这个公司是国营企业 大企业 2021年年底前生产10亿剂以上的无费疫苗 但是质量呢 副作用很多 说73种副作用 至少 甚至少数几种疫苗的人出现了高血压 势力衰退 畏惧丧失 月经延迟 极妙失禁等问题 一度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讨论了 你想那肯定是往前推一推 肯定是 这个中共这个办事就是这样 讲究效率 讲究这大一桶 尤其到了西云这个时代 那不仅是一党执政了 一人独裁 他肯定下令赶快生产疫苗 批字 那么下个人就一路消炮 这个投资给这个国资委控股的公司 今天也就是网上 就披露这条消息给大家看 有截图 下面还有些这个药品 那么 那肯定是领导交办的 要限定在多长时间内 就要把这个疫苗拿出来 结果呢 强速度没有保住质量 一息忽悠一息啊 你看这是网上的截图吧 这个截图 虽然速度很快 完成了任务 但是后来经过证明 不像他吹嘘那么好 那么怎么办 那肯定领导就翻脸大笼 领导能说自己做错了 领导说我是用这个管飞机厂 管这个火车站的办法 管飞机厂 没有尊重客观规律啊 引咎辞职能 上级永远都是对的 特别是习近平假如下令 这个让这个国资委 国资委造一个企业 搞这个疫苗 那国药疫苗 那肯定就给这个公司了 国药控股吧 你想这个国药控股 这公司生产这个东西 肯定上级有限时 但是质量就很难保证了 因为疫苗这个东西 它是有程序的 你看美国 加拿大也有疫苗 特别美国也有疫苗 但是它走的程序是完整的 因为它这个国家 总体上来讲 法治还是比较健全 那虽然现在法治 人们都讲 由于中共的红色伸透啊 这个这次对大选的影响 好像司法也不那么 这个公正了 但是它对药这方面的审理 还是比较严格的 不是开玩笑的啊 它人命关天 而且它历史悠久 形成这么一种制度 你让它造假 它也不敢造假 从小学上课的时候 就讲到诚实 何况对这个 关系人民生命财产 特别敏感的这样的 疫苗呢 当然速度也有点快了点 你想这个 川普也成人了 在他领导下 生产这疫苗 速度实在是太跨越事了 那么中国就更不用讲了 就出了事了 出了事了以后 那怎么办 擦 领导又大弄了 领导永远正确 就说了 擦怎么擦 经济问题擦 都有经济问题 你想那么大的 国资委的老板 我在上个节目 也讲到了赖小民 那不就是权力太集中了吗 你才能整 十几个亿的钱 公家的钱 都要到自己口袋里了 那同样 你国资委控股 叫国要控股 那领导也是非常 有权势 上面批这么多的 颜值基金 生产资金 那你给随不给随 给哪个厂 哪个公司 经销 这个那可能都是发达财了 也可能他们在这其中也是 就偷工减料 吃死贪污 假冒伪劣 一起骗一击 这个也是免不了的 所以说 中央社的报道说呢 国要控股 1月6号召开 2020度 总部干部 数值大会 说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中层干部 职工代表 90余人参加 但是原来 这个董事长李志明 这个名字没有了 随后 国要控股呢 在1月2号傍晚 在香港 交所网站 发布公报 公司董事会 于1月12号 收到董事长 李志明的辞呈 因为他这样大公司 他为了漏钱 及时就在香港上市 不尤其还在美国上市 这个他在香港上市 那肯定的公布这些 按照香港上市这个规定 有些信息必须透明 这是对股民负责的 也是股民一种承诺 对吧 结果呢 一看他辞职 说由于个人原意 李志明向董事会 提出辞序公司 董事长 执行董事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 董事会战略 与投资委员会主席 以及董事会 法律合规委员会 职务 该等该辞职 继续生效 你就想他这么多职务 能不谈 权力这么集中 都是他说了算 所以很容易谈 因为他为了这个 既想多漏钱 又想争个好名 名利双手 那就可能欺骗上级 因为你疫苗 早一天 早一天抢救人 抢救人 这个疫苗 它不是无赏 它是有赏 那肯定是为了赚钱 就是他无赏了 给老百姓 上面也有拨款 财政拨款 你想美国就是 那都是财政拨的钱 也纳税人的钱 对吧 也是一样的 所以通过这个文书 看出什么 李志明出事了 就开始猜测 李志明到底怎么回事 说这篇文章讲 公告当中说 李志明确认 其与其他董事会 之间没有意见分析 也无任何与彼此之 有关事宜 需敦请本公司股东 及债权人垂住 他都用文言文讲 香港就台湾就上 鼓里鼓气 人们也听不懂 其实用我的话表述 就是一点 这公司 那些其他领导 没说和他有意见 不是因为人事的问题 纠葛的问题 而是因为 不好言说的秘密 辞职 那什么秘密 这篇文章没有讲 本人猜测 那还是刚才我讲的 质量出问题 领导大弄 伟大领袖大弄 大弄怎么办 怎么就领导不生气 就哄一哄领导 抓 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就是一个是捧 骗 一个是抓 杀 当然他这个不能杀了 他还没判多少 现在还没判呢 我估计过两天就好判了 你看 说公开资料写 58岁的李志明 2009年进入国药控股集团 2017年3月升任董事长 去年9月8日才升任 10月18号才连任董事长 那么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中国国药控股研制的两款武汉肺炎疫苗 于今年12月31日就获得官方批准了 那么呢 也是中国首次获得上司 那肯定都有些很多人都盯着 希望他好一点受到病出 没想到 这个这一打上一个 可能很多人就出来副作用了 你想他要是能造成高血压 你像我这样一注射进去 就不会完了 原本血压就高了 但是我这高血压也是奇怪 一高血压我就喝一杯酒 马上就降下来了 就一点事都没有了 就怕不喝酒 没有酒 我一喝就高血压 就奇怪不起 别人高血压是什么 一喝酒血压高 我就正好相反 所以这个疫苗 就扯回来 就是在中国不值得信赖 因为什么 这个体制决定 它是个人质的社会 给这么多钱 给一个人 假如他人品好的话 那他肯定认认真正 敬敬业业业的做 我也承认 有的人品不贪不债 或者是小贪吧 吃点喝点玩点乐点 就不算什么 那虽然那点好处 没有跑到你这个国旗来干 对不对 所以不能是真空生存 但是别太过分 这样的人也有 说不定那个疫苗相对来讲好 但是你要好的话 你走程序就需要时间 怎么可能几个月 一年就生产出来 我对美国这个疫苗 我都感到有点不放心 那当然了 这个加拿大 据说是买了美国的疫苗 说是可以先给 年龄大的 高血压的人 还给我们注射 发现他还没找我 找我我就敢注射 无所谓 因为我这么大年龄了 这个总有一天要拜拜 这个早一天就早解脱 无所谓的事 只是我想了 我想这个 这些这个疫苗的生产过程当中 质量和速度 还有管理体制 这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至于说这个李志明到底最后 说的有事还是没有事 下一部分 就是说不定就是他下 下半场 他在官场上 他是国企每次官场 上半场是吃茶风云的 董事长下半场 说不定要派行了 到那时候 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个 真实的原因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